茶梅不是梅花 茶梅之所以被称为茶梅 主要是因为 它综合了梅花和茶花的特点 其花形兼具了梅花和茶花的特色 同时它的叶子形状与山茶相似 因此得名茶梅 具体来说 茶梅在植物分类学上 属于山茶科 山茶鼠的小桥木或长绿灌木 与梅花在科鼠上并不相同 梅花属于蔷薇科里鼠的落叶桥木 茶梅的花朵大小不一 花瓣阔 倒卵形 红色花苞及鳄片被揉毛 此外 茶梅的硕果为球形 种子褐色 具有花大色艳 开花繁蜜 花漆长 珠形清秀 叶形雅致等特性 观花赏叶俱佳 它的花漆较长 通常从11月持续到次年的2月或3月 正值冬季和早春时节 与梅花的花漆相近 且都在寒冷季节开花 因此名字中带有梅字 此外 茶梅的栽培历史悠久 自宋代起就被称为海红花 并因其独特的观赏价值而深受人们喜爱 茶梅不仅花色艳丽 姿态优美 而且具有不畏严寒的品格 是冬季园林中的重要观赏植物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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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植物资格链 小则 订阅 转发 打赏植物资格链 小则 订阅 转发 打赏植物资格链